自当地时间7月5号起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空军及防空部队 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军演为期六天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副主任 奥列格·古里诺夫介绍称 演习期间双方计划演练空军 防空和电子战力量的联合行动 包括如何应对空中袭击等 听者大事 网上论兵 大家好 我是魏东旭 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叙利亚境内 举行了联合的防空作战演习 防的是谁 针对的是谁 就是美国空军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叙利亚境内 有很多非法的军事活动 它的地面作战部队在叙利亚境内 是一个非法的存在 没有和叙利亚政府打招呼 也没有得到叙利亚军方的允许 它完全是具有强盗属性的闯入者 在叙利亚境内开枪放炮 而且还支持叙利亚一些地方的武装力量 去盗采和盗运叙利亚国内的这些石油资源 那么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这些非法的军事活动 现在来看并没有收手 也没有收敛 反而是要变本加厉 那么美国已经开始向叙利亚境内 派遣一些查打一体无人机 比如说死神无人机 甚至挂着导弹 要轰炸地面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空天军作为合理合法在叙利亚境内存在的力量 那么就要展示自身的这种责任 那么俄方也派出了战机 针对美国的非法闯入叙利亚境内的死神无人机 进行了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震慑 可以说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效果 与此同时 现在美国也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两架F-22猛禽隐身战斗机 号称也是要进入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战斗机 要争一个高下 面对这种情况 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防空作战部队 和叙利亚政府军的防空作战部队 就要连起手来更好地去守护叙利亚的天空 让这些非法的闯入者 让这些空中的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 无论你来的是死神还是猛禽 相信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的空间军 包括防空作战部队 都是张王以待 有相应的办法进行处置和应对